效果,剛剛有做過啦,就是按下格式化,自動格式,清除的話,自動把效果拿掉 那當然我們剛剛有用到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這邊新增規則,這個方法 如果說將來你希望這個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按鈕,按下去有效果的話,有兩種做法 一,你可以怎麼樣,用那個開發人員裡面有一個叫錄製劇期 你可以怎麼樣,比如說我們剛剛做那個動作 假設你將來要產生一個按鈕,按下它,它有動作的話 那你可以在做之前,怎麼樣,先把那個全部的流程,先採排過 然後呢,再把那個動作錄下來,錄完之後呢,其實就可以產生一個按鈕 那怎麼做,我demo給各位看,這個錄製劇集還蠻好用的 它實際上厲害的地方就是說,Excel會自動幫你寫程式 只是說寫出來的東西,有時候會寫得很瑣碎,我們來試一下 第一個,我們在錄製劇集之前,假設已經先採排,也知道功能怎麼做 接下來就是你在切到開發人員裡面的錄製劇集 那它會問你說,你接下來這個聚集名稱叫什麼 其實聚集名稱,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SUB,副程式 那我也許叫做格式化好了 好,這邊,名稱的話呢,叫格式化 OK,好,那這個時候它會幫你產生一個SUB,叫格式化 好,那這個時候按確定之後 好,那接下來喔,特別注意喔,因為已經錄製 就跟那個你按下那個錄影鍵一樣 你做的所有的動作,都會幫,它會幫你記下來 所以1,游標放在1,2 再來什麼,Ctrl-SUB向下 就是選這個範圍嘛,第二動作 第三個動作的話呢,就是切到那個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格式什麼呢 就是小於等於7 就把剛剛的動作再做一遍,OK 然後呢,就是底色黃色,字的話是紅色 好,按個確定之後的話呢 好,效果出來之後,在旁邊點一下,表示取消 好,做完了 做完之後的話,請記得喔 再切回到開發人員 停止錄製 好,第一個按鈕做出來 做完之後,我怎麼知道OK 不過,我們要做這個之前 我先把那個效果先取消掉 然後再執行,清除整張 好,清掉對不對 我們剛剛錄的東西在哪裡呢 錄製劇集的下 再來它前面這邊有個劇集 劇集裡面呢 我剛剛有錄一個名稱叫格式化 那如果說我希望能夠把剛剛的動作 它錄了嘛,我要play嘛 play就是再做一遍 就直接按什麼?執行 按下這個執行 你會發現喔,格式化了 有沒有,OK 那再來就是 裡面到底寫了什麼東西呢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格式化裡面的編輯 剛剛是執行嘛 編輯你可以看一下 它會自動跳到哪裡呢 欸,跳到我們的模組 本來我只有一個對不對 其實錄製劇集的時候呢 一,它會自動幫你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也就另外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二的話呢 自動幫你產生一個格式化 就是你剛剛打的劇集名稱 這個裡面 剛剛做的動作就在這裡 當然喔,有些地方你可能看不太懂 不過我建議喔 將來喔,我的習慣是這樣 一定要先把你看得懂的地方 先做註解 1,這什麼呢? 游標放在 有沒有,剛剛第一個動作 不是,游標放在1萬對不對 那所以你這邊可能就要 1,游標放在1萬 第二個什麼呢? 這邊就是,第二個 Ctrl,有沒有 Ctrl是不是向下 所以Ctrl是不是向下 它就幫你錄下這個 第三的話 做什麼呢? 做那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 所以這個 底下這些有沒有 這個地方喔 再到這裡 其實就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麼多 不過可能你應該會看 到哪裡 應該到這裡 這些 那最後的話 我們不是有什麼 取消選取嗎? 所以這邊的話,第四 游標 不過游標最後我是點了F22 當然如果你最後不要點F22 你可以點其他地方 就完成這個動作 那一樣的 最後呢 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再錄製另外一個取消 把這個 把這個格式化去掉的話 一樣嘛 錄製劇 比如說這個 這個名稱叫 格式化清除 或者 或者 這個清除的話 實際上就是啊 就是一 一樣喔 切到那個常用 然後二 設定格式化條件 清除規則裡面 整張有沒有 整個去掉了 三一樣在切回什麼 停止錄製 那再看一下 它其實錄下什麼 格式化清除這裡 編輯 有沒有看一下 你會發現喔 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這麼一行 Sales 有沒有 點這個 後面這個 把它Delete掉 它的格式化 就清除掉 啊 將來當然如果說呢 你希望喔 把這兩個效果 給變成按鈕的話 那其實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你可以直接插入什麼 表單控制項 在這邊 拉一個按鈕 直接什麼 格式化這邊 把它 複製 那我習慣複製喔 這個是用那個 錄製劇的方式 把這個按鈕再複製一個好了 在底下貼上 這個是清除 重新再指定那個清除 格式化清除 那做完之後呢 剛剛其實完全沒有寫任何一行程式 不過呢 因為錄製距離的關係 我可以按下它 格式加上去 清除 就清掉了 格式化清除 OK 那這個好處喔 是完全不用寫程式 但是缺點是什麼呢 程式喔 其實還蠻複雜的啦 它裡面寫了一堆東西 OK喔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 開發人員的錄製劇集 試試看啦 反正 反正動作的話呢 大概就是那幾個動作 那如果說你要參考 有些假設細節喔 有點不太記得的話 可以參考雲端白板的錄製劇集 錄製劇集的這個地方 總共我大概就是一二三四個步驟 最後就是清除掉 OK喔 畫面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試一下 那這個劇集錄製喔 它的好處就是有些程式喔 假如你不會寫的話 你可以讓劇集先幫你寫完 然後呢你以後怎樣 拿已經寫好的那個程式喔 自己稍微動手修改一下 有時候可以修改出你想要的效果 因為很多程式你可能不會寫啦 不會寫 不過你至少會錄吧 錄完之後呢 再跟 再利用BBA喔 把它做個修改 有時候那個效果呢 說不定就可以做得出 你要的那個樣子出來喔